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一章我们会看到大卫的军队解决了厄撒龙的威胁 最后大卫会回到耶路撒冷 在我们读经之前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 我们求祢帮助我们去学习 好像大卫一样 祂上上有一个仁慈的心 亦是一个有恩必报的心 主呀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都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但是求上帝保守我们 不要成为忘恩负义的人 当人帮助过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用恩慈去待人 求主祢带领我们 保守我们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沙母义记下》第十九章 有人告诉约压 看呀 王为压沙龙悲哀虐 那日众军兵听说王为他而止悲伤 他们得胜的日子变成悲哀了 那日军兵暗暗地进城 如同战场上逃跑 羞愧的是兵一般 黄蒙着脸 大声哭号说 我已压沙龙呀 压沙龙 我已 我已呀 若压遵了公 都黄那里 说 你今日使你终神伯的脸面羞愧了 他们今天救了你的性命 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 你却爱哪些恨你的人 恨哪些爱你的人 今日你摆明了 不以将衰 伸补为念 我今日看得出 若压沙龙活着 我们今日全都死了 你就高兴了 现在你要起来 出去安慰你神伯的心 我指着耶和华起誓 你若不出去 今夜必没有一人跟你再一起了 这祸患被你从幽怜到如今所遭受的更严重 于是 黄起来 坐载城门口 有人告诉众军兵 说 看呀 黄坐载城门口 众军兵 就到到黄的面前 那时以色列人已经逃跑 割回自己的帐篷去了 以色列众支派的百姓 都以论纷纷说 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 又救我们脱离非利是人的手 现在他为了压沙龙逃离这地了 我们所高 治理我们的压沙龙已经阵亡 现在你们为什么沉默不请王回来呢 大卫王派人到沙都和阿比亚他二位祭司那里说 你们当向犹大掌路说 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都了王那里 你们为什么最后才请王回公呢 你们是我的弟兄 是我的骨肉 为什么最后才请王回来呢 你们要对阿玛撒说 你不是我的骨肉吗 我若不立理在我面前取代若压 永久作圆碎 愿上帝重重惩罚我 这样他挽回了犹大众人的心 如同一人 他们就派人都王那里说 请王和王的众神伯回来 都约丹河 犹大人来到吉甲去迎接王 请王过约丹河 来自巴湖林的变雅敏人基拉的儿子 即王丹河 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 跟从事妹的有一千个变雅敏人 还有素罗家的伯人洗巴 和他十五个儿子 二十个随从伯人 他们都赶紧过约但河都王的面前 道船就到王的家眷过河 照王看为好的去做 王过约丹河的时候 基拉的儿子师妹俯伏在王面前 对王说 我主我王离开耶路撒兰的那日 博人幸了贝易的事 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伯人 不要记得也不要放在心上 伯人明知自己有罪 看呀 若失全家之中 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 洗老雅的儿子 阿比西回答说 师妹既然就骂耶和华的仇高者 不应当为这缘故处死他吗 大卫说 洗老雅的儿子 我与你们有何相干 你们今天要跟我作对吗 今天在以色列中 岂可把任何人处死呢 我岂可不知今天我是以色列的王吗 于是王对师妹说 你必不死 王就向他起誓 苏罗的孙子米飞波切也下去迎接王 他自从王离开的那一日 直到王平安回耶路撒兰的日子 没有收脚 没有剃胡桑 也没有洗衣服 他来迎接王的时候 王对他说 米飞波切 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 他说 我主我王啊 我的仆人欺骗了我 哪日仆人想要被雷骑上 与王同去 因为仆人施骑腿的 他却在我主我王面前 委托仆人 然而我主我王 如同上帝的使者一样 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吧 因为我祖全家的人 在我主我王面前 不过是该死的人 王却使扑人 列在王的直上吃饭的人当中 我现在患有什么权利 能向王请求呢 王对他说 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 我说 你与洗衣服要平分土地 米飞波切对王说 我主我王既然平安地回宫 甚至让洗衣服全都拿去也没关系 基烈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 要护送王过约弹河 就跟王一同过约弹河 巴西来年纪老迈 已经八十岁了 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 他拿食物来供给王 人他是个大附庸 王对巴西来说 你与我一同到过去 我要在耶路撒冷 我的身边奉养你 巴西来对王说 我还能活多少年日 可以与王一同上耶路撒冷呢 今天我已八十岁了 还能辨别美丑吗 博人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吗 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圣任吗 博人何必拖累我主我王呢 博人呼送王过约弹河 只是一件小事 王何必用这样的赏赐来报答我呢 请让我回去 死在我本性 庄在我父母的墓旁 看啊 这女有金罕作王的仆人 让他和我主我王过去 你看怎样好 就怎样对待他吧 王说 金罕可以与我一同过去 我必照你捍为好的待他 你要我做的 我都会为你做 于是 中百姓过了约弹河 王也过去了 王亲吻巴西来 为他祝福 巴西来就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王到过去 都了吉甲 金罕也跟他过去 又大众伯伯和以色列伯伯的一半 也都送王过去 看啊 以色列众人奈多王哪里 对王说 我们的弟兄 又大人 为什么暗暗地送王 和王的家眷 以及所有跟随王的人 过约弹河呢 又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 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 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 我们靠王吃了什么呢 王真正吸了我们 什么赏赐呢 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说 我们与王有十倍的关系 就是在大位身上 我们也给你们更有权利 你们为何藐视我们呢 我们不是最先提议请王回来的吗 但由大人的话 比以色列人的话更强硬 在这个《撒慕尔记》下第十九章 我们看到大卫很伤心 因为他的儿子厄沙龙死了 大卫很伤心 亦都令到他的军队 他感觉到好像很挫败 大家的军心都是很低落的 但这个时候 大卫的将军弱压 就逼大卫 他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 带领他的军队回去耶路撒冷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卫都原谅了他其他的一些敌人 特别我们记得有一位叫师妹的人 他是大声的侮辱大卫 甚至乎拿石头扔他 但大卫却没有对付他 而大卫受到恩惠之后 他亦都一一地去报答人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中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看到大卫得成 更加重要的是看到大卫的态度 大卫的将军洗脑瓦 他要杀死师妹的时候 大卫说什么呢? 他说 今天在以色列中 岂可致死人呢? 我岂不知 今天我作以色列的王吗? 大卫他得胜了 但他没有因此 就要对付他的敌人 他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整顿军心 他没有对付师妹 当他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就找巴西罗 因为巴西罗曾经帮助他 他就愿意照顾巴西罗到老死 但巴西罗说 我老了 我不跟你回去 在这整件事上 我们看到大卫不是有仇必报 而是有恩必报 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榜药 很多时候我们会记得仇恨 却不记得恩典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有恩必报 这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 今集要伴众的金句是 大卫说 洗路亚的儿子 我与你们有何相干 你们今天要跟我作对吗? 今天在以色列中 岂可把任何人处死呢? 我岂不知今天我是以色列的王吗? 十无二记下 十九章 二十二节